看下兄女 哈喽 啊 这也能发现 就这样藏进去吗 就这样藏进去了 哎呀 我怎么 怎么又来啊 不要这样子 大家好我是宝怀之 今天我们来玩Evil Nun 2 鬼兄女第二代 没错 这款游戏它终于出第二代了 我相信很多观众都已经知道 这款游戏它是要出第二代的 那今天就在2020年12月4号 它终于正式发布了 但是大家看到这一期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5号了 因为在4号这一天 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把视频赶出来 所以说大家肯定要多等一天 那么这款游戏我是直接下载来的 玩都没有玩过 所以游戏的通关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 应该算是试玩 先大概的了解一下 鬼兄女第二代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 好吧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游戏 这边有模式 我们选择简单模式好了 开出动画开始了 这个开出动画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那么鬼兄女第二代讲的故事呢 其实就是鬼兄女第一代的前传 也就是兄女她年轻时候的故事 那个时候呢 兄女她还是一个老师 背景音乐啊 就是兄女在教孩子们唱歌 然后这些呢 就是兄女和孩子们的照片 看样子啊 这兄女呢 她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师 对孩子啊 非常的友善 你们看这张照片 左边这一张就是修女啊 修女啊 她长得还不错是吧 是个大美女啊 但是为什么后来 她的样貌变得越来越恐怖了 从这个地方完全看不出来 这个修女呢 有任何异样 反而呢 大家会觉得 她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 突然 照片被烧了 背景呢 传出了一个孩子的哭声 我怀疑修女要崩坏了 你看 她捂着头 啊 我的脑子好痛啊 看到这儿啊 我就感觉到了 这个修女 她是不是有人格分裂啊 修女跑着 把门关掉了 然后呢 走向了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里面是谁呢 没错 关着的就是我 我被修女囚禁了 在这里啊 修女露出了 她的另一个面目 一个非常邪恶的面目 修女她让我安静一点 不然的话 她会把她的朋友放出来 我的朋友啊 就是这三只变异机 这三只机啊 官方曾经说过 它们有不同的作用 中间这一只机啊 时刻跟在修女的旁边 她会用肚子上的这个嘴巴 咬住你的手 把你拖住 但是你可以挣脱 左边这只机啊 她是一个警报器 她一旦发现你了 就会打鸣 呼唤修女过来 那么最右边这只机啊 是最可怕的一只 因为她可以直接把你干掉 所以这种诱人的游戏场上 一共有四个第一人 一个修女 外带三只机 这难度比之前玩的还要高啊 你需要逃离这所学校 开始了 我是第一次玩 所以说咱们呢 完全不知道攻略的啊 我们就慢慢的探索一下吧 你这地方有个手铐啊 这手铐靠的是我吗 为什么呀 兄弟为什么靠的是我 这边有一扇门 可以打开 小一点小一点啊 兄弟在里面睡觉 还有只机 这里我走不出去的吗 不要吵醒这三只机啊 这边有一个武器的碎片 可以拿 这干嘛用啊 不知道啊 然后这边 你可以打开衣柜 藏在里面 怎么藏啊 这样藏进去吗 哦 就这样藏进去了 哎呀 哎 哎 我怎么 啊 哎 哦 哦 哦 还好还好 还好没有回发现 那只鸡 好了 这三只鸡都已经醒了 哎呦 又来又来又来 哦呦 怎么又来啊 不要这样子 哎 啊 啊 就 为什么一开始就被发现了 仪式将在两页后开始举行了 要努力逃出学校 所以我们有三个晚上的时间 才能逃出去啊 哇 不是吧 好难啊 这也太难了吧 这怎么逃出去啊 这什么 鸡蛋 这个鸡蛋有什么用啊 这个鸡蛋可以拿吗 你需要枪 要枪才能拿鸡蛋是吧 手上的这个武器应该是枪吧 但是好像目前不能拿鸡蛋 我们应该要组合手上的这把枪 好 那我大概已经知道了啊 这个游戏呢 哎呦 我怎么可以出去了 哦 小心点 小心点 这能能打开吗 哦 哦不 哦哦 哦糟糕糟糕 哦 他们醒了 哦 鸡来了 哦不 啊 我还有最后一天了 哦 最后一天时间了 怎么这么难玩啊 这游戏啊 这里面好像可以走进去 进入隧道 哎 走进去了 这边有个地毯 这个地毯是可以下去的 看看下面是什么 哦 这是哪里啊 哇 感觉好复杂呀 武器碎片 哎 这个武器碎片一定是有用的 应该组合一把枪 哦 你看枪在这里啊 制造武器 哦 把东西放在这里啊 那我们还有一个道具啊 就是在上面的 我们把上面枪的一部分给拿出来啊 小心点 不要把这些机吵醒 哎 我还有一个武器的东西呢 怎么不在了 好吧 那我们先出去吧 先出去 先出去 这边有一个纸条 好像可以看啊 密码是8456 好 先记住啊 这一定是个线索 开门 走 开门就直接走 因为门一打开 就意味着 这些机已经醒了 我们赶紧出去 开门 门锁住了 不行 这里是哪里啊 这里可以开 灌门灌门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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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躲进柜子里 先躲进柜子里 兄弟 他们已经醒了 他们开始走动了 你看外面有只机 哇 好卡 怎么变得这么卡 哎 游戏变得好卡哦 刚刚游戏啊 出现了bug 非常的卡 那么我只能重新开游戏了啊 那我们重新开始玩吧啊 先拿上这个武器碎片 然后直接走 走进那个通道里面 我觉得啊 这个地方呢 应该就是我的秘密基地了 鸡和修女 应该是进不来的吧 好 我们把东西放在这里啊 然后再捡起这个东西 好了 枪弹已经组装完成了 我是可以使用了吗 那子弹呢 往上没有子弹啊 好吧 先不管啊 我们先上去吧 走 开门 修女和这只胖鸡在睡觉 这张纸上面写着密码啊 2075 密码应该都是会变的 这个抽屉看一下吧 我应该吵不醒他们吧 怎么声音这么大啊 那么打开这道门啊 就表明着游戏要开始了 好 走 赶紧走 这边能出去吗 这边是大门吗 主门 啊 门在这里 被锁上了 这个地方门也被锁上了 这门打不开 走 走 我听到声音了 快躲起来 他们好像不在 走出去看看 Hello 这里的门开了 把门关了 把门关了 怎么办 我感觉我根本逃不出去啊 这里面是什么 能打开的 这不就是我之前来的地方吗 这里的门也被锁住了 这里的门也是 这里的门能打开 先看一下抽屉里面有什么 没东西啊 先躲 柜子里面再说 哦 来了 果然来了 这只鸡不会打开柜子吧 应该不会吧 这里没有人 走开 快走开 走了 这游戏场上不仅 兄女在追你啊 还有三只鸡追你 这能玩啊 哦 另外一只鸡又来了 这里没有人 走开啊 如果你们戴着耳机啊 音乐能听到脚步声 我现在已经听到脚步声了 外面很嘈杂 所以很有可能 兄女这核三只鸡都在外面 我现在不敢出去哦 我一旦出去可能就会被抓住啊 喂 走开 里面没有人 没有人啊 你看什么呢 出去看看 没有人 没有人 哈喽 这里是什么 这里好像也可以进哎 糟糕 哦 哦 我听到声音了 这里好像没地方可以躲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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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急 哎 在外面 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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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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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垃圾桶里面好像有东西啊 因为我之前重新开了把游戏啊 所以说我现在还有两条命啊 哦 看一下兄女 哈喽 啊 这也能发现 快进入隧道 他们能进来吗 果然这个地方是无敌的 哦 我现在都已经不敢出去了 那我们先下去吧 这里面究竟是干嘛的呢 打开看一下 开始了一个新的章节 什么化学实验室 好吧 那我们往前自处看吧 哦 化学实验 这些机很危险 我要让他们睡着 哦 哦 来到外面了 哇 哎 这个地方是可以通向外面的 哎 这里是什么地方 应该是学校外面吧 哎 那照道理我不是可以逃出去了吗 啊 你看这个房子的屋檐是可以踩的 那我踩上去 我直接翻墙出去不就好了吗 真是的 哎呦 我也是醉了 明明可以翻墙出去的 我还得必须 哦 机在外面 这个 这个能打开吗 保险撕开 你关掉了四个 段路器中的一个 啊 什么意思 好吧 不管 干嘛用呢 我们先把它关掉再说吧 但是呢 这个机已经在外面了 所以我们必须得非常小心 小心点不要被机给穿 哎 哦 哦 哦 被修女看到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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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哦 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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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女看见我了 修女看见我了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 修女看着我没有关系 只要不要被机看到就可以了 来把这个关了 把这个关了 哎 好 哦 哦 哦 被机 被 啊 啊 哎 不要 啊 啊 太难了吧 这这比第一代要难多呀 好吧 但不管怎么样 咱们今天的这期视频啊 肯定不能通关的 因为太难了 所以呢 我只能啊 在这一期视频结束之后 线下的去玩这款游戏了 然后多多了解解一下 这款游戏的攻略是怎么样子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呃 就先出去吧 啊 先出去 去到外面 虽然说去外面不知道干嘛 但是呢 还得出去啊 好 全部关了 我已经关毙了所有温室的供电 这个温室是干嘛用的 不了解 那有什么地方可以走进去的吗 哎 这个地方好像可以走进去的样子 哇 哎 这地方可以走进去的 这个地方应该比较安全的啊 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无敌点 你看看啊 这个树枝打开之后 它又会自动合上的 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兄女他们好像没有出来啊 走 这是什么 滴管 这个滴管应该是做实验用的 哦 可以打开的 把门关上 我这里有个电线吗 电池 电池机在电缆上 这是什么意思 这道门是通往后面的啊 这里又有扇门 门怎么好 门好多啊 哦 这里是农作物的地方 哎 有个钢丝钳 这里面是什么 好像埋着什么东西 里面有个钮扣 哦 里面不会埋着孩子吧 上一个被祭祀完的孩子 下一个就是我了 哦 这是 这什么意思啊 哦 可以躲这里的是吧 我躲这里干嘛呀 没用啊 他们没 哦 哦哦哦哦 糟糕 糟糕这里机发现我了 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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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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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兄女又过来了 哦 不要啊 我 我 我快没命了呀 哦 哦 哦 吓死人了 他没发现我 或者他们不在了 这个农作物应该有什么作用的吧 啊 这个农作物种的是胡萝卜 好像走得太深了 我回不去了 走 赶紧溜 走 直接躲进这个树枝里面 打开 打开树枝 怎么打不开 哦 大哥 哎 兄弟 不要 这在我后面 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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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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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的看不见我 哈哈 哇 那个树枝打不开的吗 我打开半天都打不开啊 差点被兄弟抓住了 哎 我就很奇怪 这个墙明明是可以翻出去的 为什么翻不出去 哦 哦 怎么鸡又来了 哎 理论上啊 这个应该是个bug 这个鸡明明是看到我了 但是呢 应该出现了什么bug 所以导致他们没有看见我了 哎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可以当个无敌点什么的 走 只能往这里走了 这个地方有点危险呢 万一搞不好被兄弟发现了 怎么办 不管了不管了 直接往前冲 直接往前冲 好 没关系 安全 好啊 来到这里我就安全了 哦 终于逃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啊 我现在没有任何法子呀 我们先回去吧 先回去 好 来到这个地方了 这是属于我个人的秘密基地 这边还有一扇门 可以打开 这里是通往哪里的 这里通往的应该又是另外一个场景吧 哎 这是管道啊 哦 这是厕所啊 哎 这些都是厕所啊 下把门打开 到时候可以方便逃进来 哎 这地方不就是曾经那个学校吗 哇 那这个游戏场景好大呀 我们知道啊 在第一代中 兄女是可以爬管道的 我不知道这个版本 兄女还会不会爬管道 应该也会的吧 啊 啊 啊 兄女完了 嗯 快走 快 快走 看看兄女能不能爬管道 嘿 来来来 我印证一个事情 兄女到底能不能爬管道 哦 可以了 兄女是可以爬管道的啊 快走 快走 赶紧走 赶紧走 赶紧回去 哦 哦 哦 兄女过来了吗 应该没有吧 哎 哦 他来了 他来了 hello 哦 兄女 哎 兄女来了 哎 好吧 我们回去吧 回 哎 现在还不能回去啊 哦 糟糕了 快快 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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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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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赶紧走 赶紧走 哦 刺激刺激刺激 哇 塞 哎 小姐姐 哎呀 他怎么爬进来了 他怎么爬进来了 快走 我要去二楼看一下 这地方好像是可以通往二楼的 哎呀 鸡在上面 哦 快开门 哦 哦 哦 走走走 哇 好刺激好刺激 惨了 死路 这儿子 这儿子不需要用力了 他不足够的健康 不 我生了 不 不 把我离开 我这小孩子好惨啊 我天 我不会 被活埋啊 我去 这太残忍了吧 game over 游戏结束了 你没能从学校逃出去 果然那个地方就是埋孩子的 好吧 那要不咱们今天的这个 Evil No 鬼修女第二代就先暂时 玩到这里吧 咱们今天这一把啊 算是试完了 大概再了解了一下 鬼修女第二代的游戏场景 和游戏的玩法 简单来讲啊 第二代真的比第一代难太多了 哎呀溜了溜了 我线下也就勾连去了 我修女第二代也点 我 阿 我 那 我们 就 吧 O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